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首先请大家先准备好就是不被打扰的空间 如果方便的话请戴上耳机 还有可以准备你的笔记本 那之后呢 今天的课之后我们会加入Telegram 还有适当的一些群组 那刚才玉莲有跟大家介绍关于我这个多重专业的背景 那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 今天主要是一个说明会 因为我们将会开启断舍离人生整理术的这个课程 那么这个课呢 可以让大家在自己时间安排一下 听视频 我会运录那些12堂课的视频 那么在我们还没有开始之前呢 请我们先来玩玩体验一下 OK 那请所有的伙伴可以打开你们的视频 又或者是你可以在留言区互动 如果你不方便打开视频的话 那我们先来玩玩这个体验哦 我请大家选一个你做得舒服的姿势 我们先做三个吐气 就是把我们所有在身体上的一些浊气 都把它释放出来 吐气 再吐气 再吐气 当你吐气的时候呢 释放你今天所有的疲劳 如果你有一些紧张或焦虑 或者是添堵的这些能量 都通过这个吐气 释放 然后慢慢的做自然呼吸 我们现在要来做这个练习呢 只能 就是你闭着嘴巴 关上你的嘴巴 然后不断的用你的鼻子吸气 我要请大家呢 只是吸气而不吐气 只是吸气而不吐气 然后去体验整个身心的感受 只是吸气哦 好我们开始 等一下你可以和我分享你的感受 只是吸气 吸到你不能再吸了 继续 吸到你不能再吸了 再屏住呼吸 好的 我请大家在留言区 跟我分享一下 你的身心的感受 来我们来 大家 OK 来试试一下身心的感受 跟我分享一下你们 有什么感受啊 可以留言 如果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是这样 啊 有一点情绪啊 是 好的 还有呢 当你不断的只是 异味的吸气 心好像塞满了空气 有难受 身体也比较重 哎 很好 大家都有一些不同的体验 OK 那我们回想一下 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也是不断的拥有 就好像我们只有吸气 而没有吐气 其实 会有难受的 也许是沉重 也许是紧绷 都会有不同 不同的这些 不同的身心感受 但一个人 要能够平衡 他必定是 有吸入 也有输出 这样才是平衡的 所以刚才给大家 做这个练习呢 也是要让大家 去体验一下 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 不断的去拥有 那也会跟刚才的 身心状况是一样的 OK 那我们呢 现在我们来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 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个断舍离呢 首先 这十二堂课里面 到底我会跟大家 分享些什么呢 里面会有些什么内容呢 在我还没有开始讲解之前 我想请 请那个 在我的视频 不断的去画这个爱心的 请问是谁呢 你可以把它 把你的涂鸦 你可以用其他的白纸 画在你的地方 不要去影响 今天的这个powerpoint好吗 OK 然后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 我想要了解大家 谁是第一次 听断舍离的 为什么进来的 可不可以在你的留言区那边呢 跟我分享一下 你是第一次接触吗 因为今天 主要是给那些 如果是有已经开始接触的呢 那我可以继续的 做一些简短的分享 你今天为什么会进来 或者是你想得到什么样的收获呢 OK 我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我看一下大家的留言 因为有人在那个视频那边 有人在那里画了 把那个视频 大家知道是谁吗 看得到的吗 或者是预连 你帮我留意一下好吗 我现在有一点紧张 因为那个视频 有一些涂鸦 请问是 有谁可以高抬贵手 把刚才那个涂鸦 删除一下 我在这里有看到 需要大家帮帮忙 要整理人生 所以才进来的 OK好 那我们再看看啊 给我一点时间 我再看看大家的留言 很久没有进行断舍离 朋友在倡导 好的 所以有一些人是 从来没有听过的哦 然后有一些 已经开始有接触 但是呢 不舍得 好的 那我们 今天呢 并不是讲课 今天不是讲课 然后呢 今天是 更多的是 会讲解说 接下来 我有12堂 断舍离的课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会 这12堂课 到底带大家做些什么 我对大家有一些基础的了解了 那现在我就来跟大家讲讲 如果是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那你可以开始做一些了解 什么意思呢 其实断舍离主要是 断除掉我们不需要的 不再添加新的物品来到我们的生命 然后同时呢 舍掉那些不必要的杂物 在断跟舍之间呢 离开对物欲的执着 其实断舍离它不只是用在物品 它其实也可以用在 重新去雕塑自己的人生 甚至是 整理我们自己 那我在前两天呢 之前有一段时间 被这个 TV2有 最近有采访 把那个采访上传到面子书了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 大家也可以去面子书那边 做一些了解 到底什么是断舍离 那今天我就 不在这边讲解 我就直接 跟大家 做这12堂课 里面的一些分享 然后大家听了呢 也可以在生活面 去了解说 原来断舍离 不只是在物品 那我们会从物品开始 在这12堂课里面呢 前面的第1堂到第4堂课呢 是会跟大家分享 怎么去通过物品 整理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们会先从物品开始 那 会跟大家分享 到底其实我们 要怎样学用断舍离 其实断舍离 可以让我们过得 轻松自在 到底什么是断舍离 然后为什么我们会需要 然后断舍离的生活方式 又是怎么样的 然后第二堂课的时候呢 就会带大家去了解 到底当我们讲 我们要学习断舍离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有一定的基础 什么样的物品 需要断舍离啊 到底大家是怎么样去判断 跟物品之间的关系 东西要有用 才会有价值 那我们收着收着 其实也荒废了 这个物品的价值 所以什么东西应该断除 什么东西应该保留 到底要怎么做决定 这个是在前面 物品整理术的时候 带大家去看 除了这样呢 也会带大家开始 去实践断舍离 将这个舍付出于行动 我们会理清 断舍离里面 一些收拾的概念 就像我在被采访的时候 我有提到 很多人误以为断舍离呢 其实是整理 或者是 把物品不需要的扔掉 断舍离这个字眼太火红了 所以有些人不用收拾 不用整理 反而他把断舍离呢 用在以为是收拾 或者扔掉 或者是整理 但其实真正断舍离的 这个concept 概念并不是这样的 所以断舍离 的第一步 其实并不是人 而是如何先了解 断舍离的这个内涵 那过后 在第三堂课 也会引导大家 开始如何 把这个舍 怎么开始去 落实在自己的生活 舍掉这些不必要的杂物 OK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 然后三堂课之后呢 就会开始 跟大家面对面 有一个 就是跟老师的 线上的 这个Q&A 或者是互动 因为当我们开启 断舍离了之后 要怎样继续坚持下去 通常一般人 在这个阶段 会有一些挑战的 这样它跟一般的收拾 跟整理 其实是有区分的 到底我们舍弃物品的时候 是不是一种浪费呢 大家觉得呢 请在留言区 那里留言一下 我来看看一下 大家的这个分享 其实当我们讲 我们要整理物品 然后所谓的 扔扔扔啊 等等的 那你觉得 断舍离 其实 是不是扔掉呢 它是不是一种浪费呢 你有什么想法 其实断舍离 并不是只是扔掉哦 OK 断舍离是 donation 就是做慈善吗 有很多人 他把那些物品 他整理了 然后就拿去 所谓的 拿去孤儿院 老人院 但 同时在他生活里面 不断的蹲击 不断的购买 然后不要的 又拿去 做捐赠 其实这样是不属于 断舍离的 这个 最多只是叫 收拾物品 所以真正断舍离 它其实并不是 不是 你一直把物品整理了 捐给其他人 就好像刚才我讲的 断舍离是一开始 你就决定说 不要再添加 不必要的物品 进到生活里面去 所以 所以前面的这四堂课 都会带大家 真正去了解 然后从物品当中呢 学会 去理清和物品的关系 所以对这样的学习 是有 有感兴趣的 在下方留言 就是第一堂到第四堂课 都是会带大家 去实践这个部分 OK 所以 让物品找到真正的主人 让物品 发挥它真正的价值 这个是 当我们在舍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在为物品 找新主人 是的 我们不需要了 我们就为它找一个新主人 很好哦 OK 好的 我们再继续 谢谢 谢谢留言的朋友啊 所以大家有开始进行 断舍离了吗 今天这个是更多 可以是给新朋友听的 也可以是 你已经开始 已经行动了的 然后 在行动的过程中 如果面对一些卡点的话 那也可以 在这十二堂课里面 去找出 怎么活 活出自己的减法生活 好的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 share screen一下 今天 其实就是 一个说明会啦 说明这十二堂课里面 到底会教会大家写什么 然后过后呢 在第五堂课的时候呢 我们开始来 整理空间 有谁是很 对现在的居住环境 或者不管是你的 住家 或者是你工作的场所 就是你常常会接触的空间 你会有 不舒服的 请在下方留言 五 哦 OK 所以有开始觉得 对自己的这个环境 是不太舒服的 那么 我们讲 所有的物品呢 都会有一些能量 然后这些能量 就是所谓 造就了一些磁场 然后有时候 我们在那个环境不舒服 很多时候是因为 物品 太多 然后物品 它散发着 这些能量 物品物品之间的 这些能量的工整呢 让我们的身心 跟感受也会受影响 如果你多去留意的话 你会发现有一些人的 比如说他的情绪啊 特别的不平稳啊 或者是有一些 情绪面 是比较负相啊 如果你去看他的居住环境 一定有一些是需要调整的部分 所以第五堂课的时候呢 我们会带大家去看看 如果在我们现在住的 不管你是 已经是买的物质 或者是你是租下来的都好 总之 那里就是你和你家人一起 哪怕你是独居的 那么我们居家 也可以做一些断舍离 在第五堂课 第六堂课的时候 主要是讲这个空间的整理 这个空间的整理呢 怎么样让我们居住环境 让家 我们住的这个环境 成为最棒的放松的一个地方 有些人发现他回到家 回到家就会很累 到底如何打造这个舒适的居家环境 累是因为那个空间 那个空间里面蹲积了太多的物品 所以呢 他就会所谓的 这个物品太多的时候呢 他散发出一种能量 所以我们会觉得 好像在这个环境里面 一直觉得都挺累的 所以我们的 当我们断舍离的时候 我们会开始以 所有的空间 为所有的空间 做一些设计 我们会有目标 什么地方要开始去断舍离 什么地方 怎么开始 然后要怎么样留下 你心仪的物品 并不是叫大家 什么东西都扔掉 OK 那当我们的第五堂客居家 断舍离 开始为我们的家 做一个 更放松的地方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 进入情绪的断舍离 有谁在 现在这个线上 感觉上 自己常常会 比如说很多的情绪 尤其是互相情绪的 又或者常常有一些情绪 但不太能够去驾驭自己 或者接纳自己的情绪 有时候干脆就把它封锁了 或者是有一些人 他很不容易接触到自己的情感跟感受 如果有这样的体验的 请你在留言区打上一个6 OK 请你在留言区打上一个6 OK 谢谢你的分享哦 也谢谢你们的坦诚 很好 我都看到大家的这个回复了 好的 大家都可以继续留言哦 所以 当我们在 整理我们的空间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摆脱负能量的这些伤害 到时候我会跟大家讲解 为什么这些空间的拥挤 会让人家情绪暴走 什么意思叫情绪暴走 就是情绪很容易的 就好像一个火种 很容易的被点燃一样 OK 那我们如何去思考 这个和空间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 整理这个空间的时候 会为我们情绪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有没有试过当你整理了之后 你的身心很舒畅 有时候可能你的情绪就 有一些负向 或者有一些低能量的 但当你开始去整理 或者开始去做家务的时候 然后过后瞬间 你会觉得 心情好像好很多了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这样的朋友的话 在下方留言 有 就是有这个体验 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所以如果有时候 当你觉得闷闷不乐的 你可以开始 去做一些整理 不是因为你做家务 不是因为你整理 的这个动作 而是因为你整理了之后 把一些 藏在这个空间的能量 不必要的能量清理了 所以为什么它是 看不见了 但是它存在着 OK 好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 这个下一页 所以这边就 带大家去做了 就是学习了六堂课 所以从前面 从前面的这个物品 然后开始进入到 空间的这个部分 OK 好然后我们再继续 等一下 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 谁会很想 开始 去从家的这个 断舍离开始 尤其现在已经开 所谓我们有很多的 时间待在家里 所以谁会想说 在趁这段时间 好好的为他的家具 做一些整理 有吗 有这样的朋友吗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有没有想要 为这个家具 做一些整理 所以当我们要整理的时候呢 我上次有讲过 到我们其实 刚才跟大家讲的 物品的类别 其实你可以结合 空间的整理 你可以参考 这样的顺序 但你不一定要照我的 那我之前呢 我之前 因为我的 我过去呢 因为内在很空洞 所以我就不断的 想要通过这些物品的战友 来填补我内在 所以我就 所以我就蹲基了好多好多的物品 然后其中 挺多的 就是我的衣物 所以当我在整理的时候 我其实是从我的衣物 然后到书籍 然后到我的文件 文具 甚至是厨房 卧室 书装台 我是 结合这样子的空间 从不同不同的空间开始 然后我办过很多断舍离的活动 单单做衣物断舍离的呢 我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别一衣不舍 所以到时候 如果你有参加这个学习跟工作坊的时候 我会教大家 怎么样通过这些物品的断舍离 结合空间的同时 也会为你创造了一些 所谓的收入 把不必要的物品 有机会转换成 一些能量费 或者是 我们讲你可以 有一些你可以捐赠 其实有一些你可以变卖 然后有一些甚至你可以把这些物品呢 让他为这些物品找到新主人的同时 让他的价值再延续 所以不管怎么样 在过去呢 我也通过断舍离 把这些不需要的物品 有一些为他们找到新主人 延续了他们的生命价值 有一些物品我拿来做 就是给慈善机构 他们拿来转卖 再把它变成财富 那也有一些呢 是我自己转售的 也创造了一些所谓的 补贴吧 生活上的补贴 尤其是现在 大家可能在这个 疫情影响之下 收入可能也不稳定 所以当你在进来一起学习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哦原来我可以做不同的活动 把我的衣物为他找新主人 其实你有适当的方法 是可以把这些衣物呢 所谓的做转售的 然后包括一些书籍 然后书籍的部分呢 我就做了一些活动 那个活动我把它命名为黄金书宴 包括文具的断舍离 厨房的断舍离 我就要处理一下 然后我也断舍离了很多化妆品 保养品跟护肤品等等 所以大家如果要听 我断舍离比较长版的那个故事的话 大概是两个小时多 我有分享这几年 我进行断舍离 然后包括一些照片 跟大家的分享 所以这个我有上传在YouTube 如果有参与上课的 或者有进入群组的 都可以观看我这个断舍离的 这个时间的分享 那我今天 因为那个我之前讲过了 今天我就把重点讲出来 我就不带大家去讲那个细节了 所以这个家居环境 当你断舍离的时候 你还你自己的一个空间的那种明亮 宽敞舒服 OK 好的 刚才讲到物品 到空间 然后第七堂课 跟第八堂课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 从物品到空间 再带大家去 开始要整理自己的人生了 所以对于刚才 有人想要从物品开始断舍离 有些人想要从空间开始 那谁是因为 今天想要通过断舍离 去整理自己的人生的 请在留言区打一个气 你想要在 你想要通过断舍离 去整理自己的人生的 有吗 哦有哦 OK 好的 真的吗 很多人都是想 可是没有行动 有些人是看了书 也看了很多年 可是启动不到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共整 让大家更有力量 因为当我带大家的时候 是比较系统化的 去进行断舍离的 OK 好 所以第七堂课 跟第八堂课的时候 会带大家 开始做什么呢 至少通过这个物品 开始做 断舍离的 启动你的人生整理 OK 讲到这里 你期待你的人生 有怎样的不同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你期待你的人生 有什么不同 就是在接下来 因为你讲要 所谓的 整理自己的人生 那你想整理的是什么 你又想期待自己 有些什么不同 有吗 所以第七堂课 跟第八堂课 我们会 开始要 带大家去 改变自己的磁场 谁对 自我 运气的改变 就是改变自己的 能量磁场 改变自己的运气 想要让自己 更好运 谁对这个部分 有兴趣的 想要 让好运 来到你的 生命里的 打一个 气 要轻松 OK 好的 我看到 大家的 留言 那我没有 叫大家的 名字 好的 我都看到 真的吗 那你会 行动的是什么呢 因为行动 总是比较重要的 所有一切的 学习 真正 能够让你 生起 智慧的 就是当你 落实在 自己的生活里 OK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 第一期堂课的时候呢 开始带大家 去看 如果你的运气 没那么好 为什么 然后如何 让这些好运 来到你的 生命里面 到底整理空间 我们可以 会得到 怎么样的改变 等一下我也会 简短的 跟大家分享 这个 断舍离的 一些好处 那来到前面 又做了 物品的 断舍离 又做了 空间的 断舍离 然后又开始 开始整理 自己的人生 那我们在这阶段 第八堂课的时候呢 也会跟老师 有一个互动 我们会谈谈 如何 用断舍离 来改善 人际关系 如果大家有看 我最近被采访的 我有提到一个部分 是过去 我的人际关系 包括我亲密关系的 触礁 然后断舍离 是其中一个 我用来 疗愈我自己的 生命 甚至是 重整我人生的 其中一个方法 当然这个过程 我也有用了 其他方法 但是 我发现 断舍离 离却在这个过程中 贡献蛮多的 尤其是在我生命 蜕变的这个旅程 因为 我从来没有体验过 我如此的富裕 直到我开始 做了很多的 这些 给予 做了很多的 这个断舍 那我们 我们 甚至 怎么样 用断舍离 去摆脱 所谓 失去 的 痛苦 这里指的 失去 不一定是 失去物品 有一些是 失去了 比如说 失去一段 关系 或者是 有一些人的 离开 让你有失落感的 有没有曾经 体验过 可能在一段 关系 或者一段 情感里面 有些人的 离开 让你有失望 难过 甚至是 失落 有的朋友 可以打一个 Buck OK 那我们 可以怎么样 用断舍离 来启动 这个部分 让我们 从这些 所谓的卡点 里面 梳理过来 那断舍离 如果 我们在 进行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 朋友遇到 家人反对的 有没有啊 有没有 你曾经 启动 断舍离 然后呢 家人反对 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把 物品都给人 又不是很富裕 然后可能 以后还会用到啊 等等啊 有没有 没有过这样的 朋友啊 遭到家人的 所谓家人的 反对的 有吗 因为当 他们还不了解 的时候呢 到底要怎样 应对呢 所以第八堂课 我们都会在 怎么样通过 人生的 这个 这个断舍离 去整理 人生的时候呢 跟大家 做一些 分享 好 从刚才 讲到 现在 嗯 从刚才 讲到 现在 哪一些 你是最 感兴趣 然后你会 想要 马上 行动的 因为 接下来 九到十二 我们更多 是讲 时间的 一些技巧 时间的 技巧 到时候 会引导 大家 怎么去 行动 怎么去 做 但现在 我更想要 听大家 跟我分享的 就是 从刚才 到现在 你有什么 心得 或者收获吗 OK 我把时间 交给大家 大家也可以 在留言区 留言 或者是 你可以打开 视频 做分享 都可以 我想问 大家 今天 大家是 从哪里来 知道 有这样的活动 可不可以 请大家 在留言区 写一下 你们是在哪里 看到这个 断舍离 人生整理书 说明会的 这个活动 资讯的呢 朋友分享 whatsapp group 脸书里面的群组 是哪一个群组呢 是哪一个群组吗 如果可以 你也可以在那里 写 好的 谢谢大家 我自己身心 受益了 所以我就 跟更多的人 做分享 是因为我也想 让大家去体验到 这份美好 有机会 听我 就是我前几年 生命遭遇的一些故事 你会看到 我怎么落实 然后怎么样 通过这个落实 去褪变我自己的生命 好 我们再继续 在第九堂到 第十二堂课的时候呢 我们开始去谈谈 断舍离的这些实践 你们开始实践了吗 有碰到什么样的挑战吗 可不可以请大家说说 到底有碰到 有没有碰到 什么样的挑战呢 有吗 当我们讲实践的时候 我们前面都一路在实践 从物品到空间 然后到开始整理自己的 所谓的人生 OK 有舍不得 那舍不得是因为我们 没有把那个 回到那个当下 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 有时候我们可能 可能以为那个物品还可以用 我们也会舍不得 到时候在学习的过程 我们会去看看 到底这个舍不得是什么 是因为一些人 还是因为回忆 还是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OK 好的 然后第九堂到第十二堂的时候呢 我们是跟大家更多的是 在自己的方方面面去实践 我们会去到大家带大家去自己的职场 实践天 有没有现在有工作的 你现在是在职场的 就是说 你们觉得家庭主妇是在职场吗 家庭主妇的职场可能就是在家 所以你也可以把家庭主妇当作是你的一个职场 OK 那我们讲 回到职场 怎么样让这个工作室办公被 我们开始会做办公室的断舍离 有些人工作效率特别低 想要提升的 或者是这个办公环境 有的时候就让自己要做决定的时候 好像很模拟两可 到底要怎样用这个断舍离 去提升工作的效率 谁有这方面的兴趣的 写上一个九 很重要哦 你要学习职场的实践的 请放上一个九 在留言区 嗯 好谢谢 所以大家都很想提升自己的工作效率是吗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你省回的不只是时间 是自己的生命 因为我们用太多生命 用太多时间的时候 其实也在耗损生命的 同意吗 OK 所以第九篇第十篇 我们学会怎么 让工作可以是办公被 我们开始进行办公室的断舍离 然后同时呢 我们要开始去治一种 很多人很普遍的通病 那叫拖延症 又或者是我们讲 通过这个桌面的断舍离 比如说 因为在工作嘛 在职场 有些时候找不到工作的资料 然后你很想去清除跟工作无关的这些东西 有些人的桌面放了一堆一堆的杂物的 然后要想要把这个 竟然有序啊 很多人如果没有真正做到断舍离 你可能不停的收拾 你的桌面不停的收拾 可是不到一下 不到一天 不到几个小时 又混乱起来了 那就是只是表面的收拾 还没有进入到断舍离的这个层面 到底什么不同呢 所以到时候在这个职场实践篇的时候 会跟大家做细腻的这些讲解 因为当我们要去实践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很好玩的部分的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想要把那些物品放在那边 我们也通过这些过程去了解我们自己内心 所谓的内心状态 我给一个例子好了 有一些人他的 他的桌面哦 很喜欢放零食的 很喜欢放 不同不同的零食 so他一闷的时候他就可以吃 然后有一些人特别放的那些零食呢 都是偏甜的 这些都可以看出一个人哦 然后有些人为什么特别喜欢吃甜的 因为 这只是一个例子 要跟那个人核对 还要引导他去看见 我们才可以判断 但我现在说的 不可以一足竿打翻一船人哦 有一些人其实他 他里面呢 有特别多的苦受 所以他会想要通过吃甜 来弥补 或者是来让他自己 比较有那种感觉美好 因为吃甜会让他觉得 比较喜悦一些 所以有一些人就会通过这样呢 不断的吃了很多的甜食 所以这些是很 这些都是很多时候一个人的行为 是跟内在的心理状态有关系的 所以讲了九跟十 谁想要去做这个桌面的断舍离的 有吗 在留言区打一个十 真的吗 你真的想要去 让你自己的这个职场更高效一些吗 当你的职场高效的时候呢 办公室 甚至你的桌面 都进行了这些断舍离 你会发现 你赢回了自己很多很多的时间 赢回了自己的生命 然后你可以把这些 生命 这些时间用来做你自己喜欢的 想很久了 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是吧 所以有颇言啊 我们就要来算数这个部分 OK好的 来我们再继续啊 我们再继续 所以第九跟第十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然后我们来看 第十一 和第十二堂课的时候 我们会做些什么呢 第十一堂课跟第十二堂课的时候呢 我们回到生活 我们开始在生活去做实践 有谁一直觉得 他的衣橱里面的衣服不够穿的 有没有 快点 打十一 十一让我想到双十一 你们有没有双十一就双十二啊 就一直拼命的 不断的去采购的啊 有没有 因为衣橱 永远 衣物不够穿 其实不要以为 女生会这样哦 我最近才跟一个 就是企业的老板 聊的聊天的时候呢 其实男生也会这样的哦 不是男生 应该说男人 可以不要以为 女人才会这样 有谁会 他的衣橱里面 总是觉得衣服不够穿的 然后当他要去丢舍的衣服的时候 总是 觉得不舍得 因为可能以后瘦了还可以穿呢 OK 衣服有些又觉得很多 可是要找处适合穿的时候 又很难对吧 所以有没有发现这些时间都 这些物品其实都在耗损我们的生命力耶 到底要怎样让衣柜时时刻刻保持那种 很整洁 然后很轻盈的状态 有时候连衣服都没有 机会呼吸啊 有没有发现 如果有一些人的衣服是 折贴的 折了一堆 挤压着 有一些人挂起来 衣服跟衣服之间是没有空隙的 有过这样的体验吗 OK 所以第十一 是要处理自己的衣柜的 有谁会想要处理自己的衣柜的吗 打一下十一 我要 我要断舍离 我要 打十一 十一就是 让你好好去处理一下你的衣物 十一哦 嗯 还有很多要断舍离吗 OK 好了 我们然后我们再来看 嗯 我们再来看啊 然后第十二的时候呢 就是第十二堂课的时候 我们开始要来整理 知识库 有没有 群里有没有伙伴 是 你的书架的书很多 然后你丢掉又很可惜 然后呢 蹲在 蹲机在那边 有一些书又没有 常常去看 所以 有很多很多的书 在你的家 有的 打一下十二 有没有很多书 然后不知道要怎么处理的 哇 收集了那么多书啊 天啊 那占据了多少的空间 对吧 到底 到底要怎么样快速的去筛选 我们真正要的书 然后让我们的思考可以更清晰 书架要怎么去整理 然后那些没有看过的书 需要丢掉吗 然后为什么需要丢掉 或者是 如果不丢掉 要怎么样为他适当的找到新主人 所以我在我的黄金书宴里面呢 也曾经办过这样的活动 教大家可以怎么样去 把书籍分类 然后为他找到对的主人 所以我很庆幸 也很感恩 每次我不管要断舍离什么 我总会有我的方法 然后就启动了 就很容易快速有效 而且是高效的 为这些物品找到新主人 所以刚才我跟大家讲的 不是说说而已 而是我真实的实践 在我的生活里面的 所以这12堂课 谁会有兴趣要参与通过这样的断舍 而且是曾经走过 曾经有实践过的 让我带大家一起去走这样的旅程 有兴趣的 请在留言区打一个13 因为过后我们会启动这样的工作坊 而且是 而且是很 很特别很特别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 然后可以 会带大家进群组去食草 非常高价值 但大家也会付 所谓的一些能量费 OK 我看到有一些朋友都在留言 OK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 你可以放13 所以等一下 结束之前我会发那个连接 有兴趣的 你可以在今天报名 然后今天报名 就是付一些象征式的费用 你就可以参与 然后去体验这个美好 现在要不要看一些照片 看一些照片是 OK 等一下才 等一下才发那个连接啊 OK 你看这个就是之前 我去断舍离我的遗物 当然还有更多的照片 到时候大家可以去游就看我的视频 然后这个是我做书籍 断舍离 然后最近我也 开始把我的书籍 就是放到一个 一家企业里面 让其他人可以去看 我的 就是我 我的这些书都买了好 我想 我断舍离的那些书 至少 也有 我想那个价值也超过三五千了 那我就把那些书 可以让其他人 去 去 去借看吧 然后也很感恩 可以成为 让这些书籍 给这些书籍 有另外一个空间 然后在那个空间里面 跟其他人结缘 这些是我上次 就是把书 送给人的一些活动 包括我做文具的 断舍离等等 所以某一天 如果你决定下定决心 真的要断舍离 其实断舍离 真的有很多好处的哦 它的好处不胜美举 我就简单的说说 OK 所以断舍离 有很多好处 嗯 为什么 它的好处 没有跑出来 哦 如果你想体验 这份美好 其实我的断舍离的人生整理数 整个价值超过 超过990的 如果你今天 付费报名的话 你只需要付99 然后就可以马上 进入一个 FB的 就是private group 然后呢 你可以选择 扫码报名 只要你今天 都可以进去 然后给予大家一些支持 怎么去启动 然后 我会在那里呢 跟大家分享 所有的 就是每一堂课 的一些视频 你可以照你自己的时间 照着你方便的时间 去学习 让你呢 可以拥有 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 所以你想要过 怎么样的生活呢 又可以兼顾到自己的健康 然后 饮食 赢回你更多的时间 有机会去享受你自己的生命 去调 从调生 调息 再调醒 OK 那 让生活呢 可以变得更愉快 轻松 同时 有没有想要 让自己的注意力更集中的 有想要让注意力更集中的 在上方放一个伞 有吗 有些人是 不容易集中的 总是很容易就被影响的 所以你可以在留言区放一个伞啊 OK 想要注意力更集中 好的 然后 想要感觉到那份自由 因为 不再做物品的奴隶了 物品是来服务我们的 不是我们每次去操心它 还要为它打扫 还要为它扫回城 有的时候 处理了这些关系 物品的关系 处理了一些不必要 也断舍离了不必要的一些人际关系 其实内心也可以感觉到自由跟被解放 当我们其实 甚至是我们的身份 都可以断舍离 就当我什么都不是 我可以什么都是 就看别人需要我的时候 需要我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需要我 拿出怎么样的一些专业 这是我在断舍离的过程中 体验的美好 因为我有很多不同的专业背景 然后开始呢 更认同自己 自己的生命更强 所谓的心 更强而有力 而不需要去跟别人做对比 也放下 对他人的一些眼光等等 让自己更健康也好 或者是更有安全感也好 OK 所以断舍离的这个旅程呢 他让我不只是 判断出自己是不是需要物品 某些物品 而且可以看到自己跟物品之间 是不是 合适的 是不是舒服的 包括人际关系也是这样 就不会再为这种 所谓无畏的人士 伤心 伤脑 伤身 OK 这个就让自己的生活 可以更轻松很多 也更多的接纳自己 活出自己的丰盛 所以断舍离 其实在我生命里面 我有体验很多他美好 但我发现很多在 所谓 在分享断舍离的 似乎离断舍离的这个真实意 有一些距离 所以我才决定说 去办这样的 办这样的所谓的工作坊也好 或者是课 或者是让大家可以在这些群组工整 把这个更真实 更真随的这种 这种智慧去传承下去 当大家开始去断舍离的时候 可以更快 更容易的所谓的品味到此时此地 就是那种活在当下的感觉 你会发现这个过程 你也会拥有更强的行动力 当然也会对 我们的这个世界呢 更多的环保 减少了这些物质的浪费 我们减少了物质的牵绊 那同时我们也 不伤害这个地球 可以让我们更好好的去爱我们的大弟母亲 因为地球生病了 过程中一定也会改善这个人际关系 我在断舍离的过程 其实我妈妈也会被影响 老人家是特别不容易断舍离的对吗 但他也开始进行他自己的断舍离 当我们发现自己拥有很多的时候 我们也很容易心怀感激 心怀感恩 所以断舍离其实有很多很多很好的 它的美好 甚至也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 告别不必要的关系 进行这些所谓的宽恕 当我们在做物品跟小物品的断舍离 我也会带大家去做一些 静心和冥想 包括一些能量的清理等等 所以谁还是有这个决心 真的要去启动这个断舍离的 打13 打13 你确定吗 因为这个不是一般的学习 它就是一边学一边做 一边学一边做 然后很多的发现 你愿意为这个学习 愿意为启动这个断舍离 我下定觉醒了 我要断舍离 我每次看到这个图 我就特别的觉得 这个这种奋斗的精神啊 就是你要去启动它 我就觉得这个图太贴切了 谁有同感的吗 有同感的 按一个什么emoji都好 ok ok 好的 所以等一下 有兴趣的朋友 就入群啊 ok 然后这个 因为这个费用会 一直在调整的 所以你先进来 你也可以叫朋友一起进来 我为什么会收着取这些费用 其实我想要收取这些费用 然后我要找一些专业的人来拍视频 然后把这些视频啊 因为用这些器材啊 用这些器具啊等等 他都会有一定的费用 然后我想找一些专业的人来把这些智慧传承下去 然后收取的这些费用呢 我是要拿来倡导断舍离的 然后包括说 可以请 比如说一些 所谓的 行政人员 协助 去推广这样的活动等等 然后这些 也要给他人的一些补贴 或者 就是一些志工费吧 然后我想收取这些费用 是为了让我日后可以更好的去倡导这个断舍离 然后可以拍摄一系列的这些视频等等 因为所有的这些campaign 其实也会需要到一些费用的 ok so 当然我还有带 之前还有带过一些其他的活动 比如说执念断舍离啦 包括去面对自己跟父母的关系啊 金钱 男人 女人 执念的这些看法等等 so 这个部分呢 我就不多说了 那接下来 嗯 我想跟大家讲 我其实不只在倡导断舍离啊 我也是实践者 那同时 我通过断舍离 其实要让大家 真正回到自己的生命去成长 当自己 可以发光发热的时候 你会发现 嗯 因为自己成为一个典范 也可以让这个世界 有所不同 其实要世界 有所不同 并不是需要去做什么 很多所谓的很大件事 不一定 就从自己开始 我们开始不一样 我们的身边的人 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常常讲 我们都是光的 传光天使 或者我们都是光体 我们可以去发光发热 所以啊 我有在 我有不同的group 也有 就是不同的group 其实是要倡导不同的 嗯 一些成长 到最后 就是让生命 轻盈 丰盛 喜悦 活现我们本来的美好 那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 所以 嗯 不管你有没有来这个工作坊 结缘 我之前也有做了一些免费的行动练习 那个是大家可以去参与的 OK 那好 嗯 我们 今天 来到维生了 所以有兴趣的 大家就开始加入 然后我们 99个人 我们就 开始哦 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加入的 我就已经会开始拉你们进群 你们开始可以做一些 对断舍离的了解 然后可以去听听故事 然后接下来我就要开始录制 那个视频啊 OK 那 我们就一起断舍离吧 scan不到的话 嗯 如果scan不到的话 到时候 嗯 你有在群组吗 还是 现在可以请 嗯 就是那个Telegram 预连先发那个Telegram 大家点击一下 先发一个link 让大家都进到Telegram 又或者是那个 我发在Chat 哦 好的 或者是那个 报名的连接 因为有些人他scan不到 嗯 我们就把那个连接发上来咯 嗯 已经在转入你了 好 谢谢 我们这个学习哦 很不一样哦 它不是物品的断舍离哦 我是带大家更深层的去到心灵世界 从你看得见的这些物品 走向看不见的世界是什么 看不见的世界是在你内在的 所以我们会去走这一段很美的旅程哦 所以刚才主持人一开始就讲 断舍离对我来讲 其实是一段 从物品的物 到领悟的过程 看见 并活现出 丰盛 丰盈的自己 丰盛和轻盈的自己 然后 那乌扇是我的灵性灵智 带着爱与光 疗愈生命 这是我灵性灵智的寓意 那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